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我是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集继续的邀请Winnie 哈喽 我是Winnie 对 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 排球少年这一个动漫 那我们这一集继续要从这个动漫来聊一聊 在我们的这个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遗憾 还是请Winnie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排球少年当中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的情节 是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有关系的 那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败者形象 因为其中有一场是大地的朋友跟 就是乌野的队长 大地 对 他就乌野队长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场播高中念书 那个时候他们在县内的预选赛有遇见 彼此然后又打了一场 那一场就是乌野胜利 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朋友就跑来跟大地说 那多赢几局连我们那一份一起去赢 跟他讲完之后 他回去了之后还是有默默落泪 那个时候他的台词是我也有努力了啊 那个时候同时就是乌野他们的女排也输了 他们的女排队长也是默默安慰团圆 但安慰完之后他到人后的时候 就是跟强博高中大地的朋友同时想起画外音 然后画外音都是我们也曾努力了啊 画外 有点像是电影有一个 虽然是一个蒙太奇的手法 他就是会有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画面上 就来表述时间的同时性 然后他们就是在同时那个当下 就是有感觉到我已经努力了啊 但现在还是输了 但就这样 就同时有两个角色在同一个画面出现 那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境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地点 对他们在不同的地点 那个叫做画 那个的话电影手法叫做蒙太奇 然后画外音有点像是 就是他们内心里的声音 他们有用 他们声音又有把它配出来 OK OK 好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00后的这个世代 跟我们以前70年代的时候 很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们现在常常会有一些 我们听不太懂的惯用语 我以为画外音很老了 真的吗 对啊 嗯好 至少我好像听不太懂 所以赶快赶快帮我们这一 这个世代的人问一下 好所以听起来 就是在排球少年的这些故事情节里面 就像我们上一集最后有提到 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嘛 那何况是在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 总是还是会面对到现实的冲突 然后就会带来一些遗憾嘛 嗯好 所以看看到这个这个故事 这个排球少年里面也有蛮多这种 会引发人深思的 但是我刚听到一个蛮关键的就是 在你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对 就是你已经做了你最大的努力 因为因为我觉得遗憾这件事情 往往会跟你 有没有做最大的努力 会有一些关联性 哦对 不然的话那个遗憾呢 就常常有时候会怪自己说 哎当时怎么没有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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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如果已经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期待的那个结果 也是会遗憾 可是那个遗憾就不太一样 哦对 所以那个Winnie你自己觉得你在追求你的梦想的过程当中 有有没有这样的遗憾的经验 我觉得小遗憾前面那个可能是 可能是我比较没有天赋 但也没有到很努力 就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 那个时候有学过一阵子 然后因为我可能身边都是怪物朋友比较多 就是进步的很快 然后学的也很快的 我每次都觉得我好像骨架也没有打得比他们好 每次都想说他们的作品都会被选出去 我好像都一直在原地踏步 然后就觉得很挫败 那个挫败的情况下就是越来越不喜欢去碰那些画笔之类的 因为我想说我好像画一画好像也就是那样 我们要把再更突破了 那个时候就停止下来 所以没有去学 但到现在就是对我来说画画其实是 我在闲暇之余可能压力比较大 会想拿起来继续 梳压 对 梳压就是继续去把它画完的事 就是我可能读书读一两个小时 我会觉得好累 画手机会觉得好累 但画画的话好像是 我一次画个两三个小时 我只会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可是我身体上或心理上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 所以那反而没有人逼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你自己心甘乐意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你的兴趣 你的一个疏解压力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到现在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还是对动画的制作 或者是一些美术类相关的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 跟那些科班出来的差距也越大越大 就是当初就是很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去学这件事 所以那个遗憾就是当时好像也还没有弄清楚 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对画画这件事情 有很大很大的热忱 那反倒是到了后面 自己才发现 原来自己还蛮喜欢画的 而且它对你好像是一种 可以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在当时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是对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意义的话 可能你当时花多一点时间 那可能就是变成你现在的一个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条路出来 也许那个某些梦想就现在已经开始在实现了 那Kevin老师有没有遗憾的经验呢 其实还蛮多的成长的一些幻灭吧 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我有稍微分享到 我有两个还蛮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 自己会有一些些跟现实 就是梦想跟现实的差距 第一个就是我去念了第一志愿 但是没有找到自己在这个里面的兴趣跟热忱 那就还是要把它念完了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经历了那个人家说那个功课很烂的那个过程 我真的是被荡 荡到我有一学期啊 期中考那个揭晓我已经是二一了 那如果在期末考没有翻身的话 在当时是有可能被就被退学了 那那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惊醒啊 就赶快把社团赶停 暂停暂停结束结束结束 然后专心的赶快冲刺 结果还好还好到了这个期末就就剩下一两颗被挡 要要再要再补修 可是你真的就会觉得哇念书念到这样子 好好辛苦好痛苦 那那是我觉得一种蛮遗憾的感觉 就是我的念念的东西跟我自己的兴趣没有 没有一致 落差到很大 那另外一个自己觉得还蛮遗憾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在青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跟很多的年轻朋友一样 我大概就开始对那个异性有很大的兴趣 那就开始 因为那时候也个性也比较比较外向一点 我们参加这个社团活动啊 联谊活动啊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这种结交这个女朋友 前面的一些单恋或者是那种比较不确定的就算了 然后我说的是很正式很正式的两次的恋爱啊 我都是被分手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在当下真的还蛮痛的事情 就是会觉得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差 可是我为什么到最后会是走到这样的一个结局 然后过程当中也很努力啊 也很想要去做一个人家的理想的梦中情人啊 可是最后一次是被兵变 然后另外一次就是女友就很正式的跟我说 我们个性不合 这个个性差太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 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还蛮大的遗憾 我有想到一个遗憾就是我念心自信 但因为我现在还在念 所以他对我来说可能不算太大的遗憾 只是我在选必修的一些过程中 我发现他好像都是在讲一些理论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痛苦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就是在期中考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部动画 我觉得上一期我也有讲过 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就是想起了自己过去追寻梦想的那个声音 然后就看到他们好像不管是排球少年 还是其他的少年漫画都有一些共同性 就是他们面对敌人啊 还是面对他们自己喜爱的事物 他们都很专注于当下 就是他们遇到挫败也会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 就会让我觉得我好像也不能停留在原地 我好像必须为我现在的状况去做些什么事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失败这件事情 真的是还在那个当下 对每一个失败的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很痛很难接受的一种状态 对我想没有人没有人喜欢失败 那尤其是这个失败挫折 在那个当下你会有一种过不去的感觉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 两次的 两次的这个恋爱的这种结果 我记得在那个当下 我会里面有一种 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的这种 这种冲动你知道吗 就是会觉得自己真的那么糟吗 自己真的是 一无是处嘛 会让人家觉得嫌弃你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 对于现况 对于未来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 当然觉得当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心态 可是我必须说 在那个当下 面对失败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容易就走到一个放弃的这个选择 不管那个放弃是说 单纯只是对这个梦想的放弃 严重一点就是对自己的放弃 就觉得自己已经好像没有未来了 那Kevin哥面对这样梦想幻灭之后 那现实生活中您是如何去面对的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我们真的都需要有一个出口 像我那时候好傻的是 有一个念头 就觉得我出去呢 被车子撞了算了 但其实那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宣泄 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那个冲动就是 有一次我就是 很用力的把我自己的手去打枪 那应该是打了有一点伤口 你知道那个打了 那个伤口 那个一瞬间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在发泄 可是打下去很痛你知道吗 那个痛到自己突然间有一点醒过来了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是让自己又从一个梦幻破碎的那个梦境里面 回到一个很现实的现实的状态 我还知道说对失败了 那失败了 那失败了挫折了 可是也还不至于说你就就真的就是没有路科走了 就是你真的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可以可以冷静下来 可以回到一个很实际的状态之中 那我想怎么去面对它 其实就回来看自己 看自己到底过去是做了些什么 或者是没做什么 其实我发现在那个恋爱当中 我真的是觉得最不了解的 与其说不了解对方 不如说不了解自己 也就是说已经活到了二十多岁 你会发现说原来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或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受 或者是会让人家这样看你 其实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觉得那个让我自己会很想知道说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要继续走下去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跟面对我想要 因为倒也不是说让我就不要再谈恋爱 或不想再找另外一半 我反而是觉得说 重新去调整自己过去所设定的 真正两个人要相处在一起 那个可以让彼此会互相的能够是 感觉一加一大于二 我觉得任何的关系要在一起 其实那个互相的调试 互相的接受之外 而且是让对方感觉到 彼此是可以互相成为彼此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加分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当我去面对这个幻灭 面对这个遗憾的时候 其实就是开始能够去面对自己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跟Kevin哥也蛮像的 他对我来说就是分清楚梦想跟现实的差距 就是在梦想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想说我好像可以怎样 好像又可以怎样 但又我拿我之前那个双主修 现在好像走到有点痛苦的阶段来说 因为我当初对双主修的想象就是 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理论 然后我在上课也可以实际用到这些理论 然后去检测一下自己的成效 但我现在发现我上课就是听老师讲PPT 他就是只念PPT 对我来说那个理论好像就有点像是飘来飘去的弹幕 对他只是经过了我的脑袋 我好像没办法去用它 也没办法去把它放在现实上 这一点让我就是有点梦想幻灭了 然后但幻灭之后 对我来说就是我会看到很多我没看到的内容 就像是可能实际上课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有趣 那么的可以去实践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之后踏上这一行 我可能要面对的是什么 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心里是不是可能要进修啊 那我家里有没有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之类的 嗯 听闻你分享我就想到说 当我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梦想幻灭的那个现实的时候啊 我刚说我最大的一个觉察就是我不认识我自己嘛 嗯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会变成是我在后面啊 想要去弥补我的那个差距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理想的伴侣 因为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是我接下来我如果要再去找到我的那个终身的伴侣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要去补足的一个我的能力也好我的一个门槛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给自己一个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后然后去采取行动 嗯 所以我在40岁的时候终于有这个机会我就是重新学心理智商 然后在这个当中真的就回到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就发现啊原来原来这个东西是需要学习的 嗯 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自己然后你要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真的是太难了 对嗯 那那我不知道对Winnie来讲你你怎么去弥补你的那个差距吗 嗯对我来说弥补差距应该比较像是就是努力好好的过好现在 嗯然后去弄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嗯然后呃想象之后不一致的地方你该如何去做取舍 就是比如说这个部分好像就是以你现在的条件就是你知道你选择下去会很痛苦 那你就是第一就是选择放弃第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咬牙坚持过去 嗯但如果拿学化那件事因为学化那件事那个遗憾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天分不足 嗯然后就我的想法就有点像是排球少年里面那个道合齐队长有讲过一段话 就是正常的人的训练如果是一到十都做的话 那他们那些他们那些就是他指公佑跟公智他们就是真的是打得很好 对排球很热爱的人 他们就是把一到三十都做一遍 嗯即使他们自己呃可能天分上有不足的地方 但每天多一点长期下来就会累积了好几倍 嗯嗯对我好像听过人家讲说 其实那个成功你在任何的事情上的成功 可能天分就占那百分之一吧 嗯另外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啊 嗯当然当然如果你今天天分比人家多的话 那可能你的努力可以小一点 对但我觉得那个努力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点 嗯并不是说你一定非非得也要要有那样的一个天分 嗯所以我觉得当梦想幻灭的时候啊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开始啦 所以我自己觉得当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 我的态度就是去面对他 嗯然后面对他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真正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之后 我就能够知道怎么去处理他 嗯对所以我去学嘛 从头学学起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当志工 要把他用出来 嗯第二个就是要用在自己身上 就很多时候很多人把学到的东西他用在别人身上 那都很可惜嗯对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学 有时候其实真的是我自己的需要 然后我要去帮助别人我一定要先让自己受益 后来我就是去把自己的这种失败的经验 过去的这些挫折这些都都可以变成是我一个 可以跟人家分享见证的事情 就是也许过去的我跟你们一样 你们就跟我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一样 但是我今天可以面对他走出来 甚至站在他上面 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那我不晓得Winnie你呢 嗯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的这样的遗憾 遗憾 因为遗憾其实对我来说 它有点像是出自于选择 那是不是说没有被选择的那一部分 就有可能成为遗憾 就成了张爱里所说的白月光跟朱砂枝 你可能就想说我当初没有那么选 好像我现在生活就有什么不一样 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当下 如果那个遗憾对你来说是还来得及弥补 只是你某些东西想学 当初没有条件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学的话 那就从现在开始把它排进你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那是来不及的事情 那就正式当下 可以看看我现在到底可以做什么 嗯 对其实我们两个应该都还没有到任何说 哎 来不及了 我 我们人生其实才开始嘛 所以我还有一些时间可以 如果真的觉得遗憾很想去做他 那就就去做他 嗯 那我想对对Winnie更是如此啊 你的人生还有好多时间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 嗯没关系 我就是要把画画变成我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跟那些专业的人一样 你从现在开始还是来得及哦 嗯好 我会努力看看的 OK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